那么咱们有一句古话 叫做不甘不净 吃了没病 那这句话究竟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那其实呢 我就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 从这个有通灵的人了解到的 这句话呢 它实际上在古代 在工业革命以前 实际上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就是说不甘不净 它实际上指的就是说 在农业时代的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在农村 那你种了一些东西 那比如说这个蔬菜上 它有一些这种土 或者有一些这种不干净的东西 那你吃了之后呢 会不会生病呢 当然是不会生病的 反而呢 对你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呢 在这个蔬菜 比如说你在阳光照射之后呢 比如说它的叶子或者水果 它的叶子上呢 都会有一些这个益生菌 这些益生菌 其实在紫白线 在阳光照射下的 这个叶子上的这个益生菌呢 它呢 如果你要是吃进去了之后呢 它是可以 这个通过胃酸的 其实胃酸不会把它给消化的 它会通过胃酸 然后到达你的小肠 然后到达你的小肠的 底部的一个回肠 那这些益生菌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让人体 生成维生素B12的 维生素B12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 让人体就是 有精神的一种必须的 维生素 那如果要是 大家要知道的话 维生素B12 只能是从这个肉类 或者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这种 就是非蔬菜水果类的 这种东西里面 就是获取或者摄取 那如果要是 不吃肉的话呢 或者那些素食者 他们不吃肉的话呢 他们就一定要 补维生素B12 要不然身体就是 会出问题的 他们就会 全身乏力 没有精神 所以的话 但是如果你要是 体内回肠里面 要是有足够的 这些益生菌的话 那就可以自己 就生成这些 维生素B12了 所以那个时候 你要是不吃肉的话 也没有关系 所以的话呢 就是不干不净 吃的没病 在古代 或者在农业社会的 这个时候 是非常有道理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这个 吃的东西 这些蔬菜水果里面 有一些种土 或者有一些这个碎石墨 或者灰尘 那在那个时候 是没有污染的情况下呢 它这些灰尘 或者这些土壤 土墨 实际上是含有这些 人所必须的 微量元素的 那如果吃进去之后呢 反而会补充 人体的这个微量元素 但是这都是在古代 在这个农业社会时候 那工业时代 工业社会之后呢 不干不净 吃的没病的话 实际上就有一些问题了 为什么有问题呢 就是有这个什么 重金属啊 石油啊 这个汽油啊 然后像这些 大气的这个污染 然后再包括像一些 这个塑料啊 然后这些有污染了之后呢 如果要是不干净的 要吃进去了之后呢 会对人体呢 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 为什么呢 因为干呢 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呢 就会认定说 是对人体有害的 那它呢 就是会先去分解 如果分解不了 它会藏在这个 干的这个深处 就是防止说 它净敏的血液 对人体造成一些 不良的影响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杀虫剂的问题 那如果比如说 要是有这个杀虫剂 在一个植物的一个 或吃的叶子上的话 那千万是不能够说 就是直接吃了 这个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就不适用了 就完全是不行了 所以的话呢 要是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在水里面泡一下 如果要怀疑说 它有农药的话 为什么说泡 那么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好了呢 因为90%以上的这个农药 它都是溶于水的 它都是在水里面 就能够被溶掉的 被吸湿掉的 然后这样子 你在就是在水里 泡了这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你再去做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所以的话 如果你要是想喝 这个芹菜汁的话呢 那如果你要怀疑 芹菜上有这个农药的话呢 你就可以先在水里面 泡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呢 再炸汁 这样的话呢 就使用起来 就引用起来 就比较安全了 那这就是给你讲的 一些小窍门 我不知道说 这些对你有什么帮助 因为这个 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早点好起来 也是非常 想说这个身体嘛 是最重要的 但是同时呢 我又想说 你在医院里面呢 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呢 下次跟你讲一些神秘的事 跟现在有关系的 再见